据南方都市报 近日有家长在网上公开举报 其7岁孩子在东莞市桥头镇中心小学 上课期间遭老师打耳光 导致眼睛受伤 据悉事发在今年4月底 当时课堂上无监控录像 学生家长叶先生认为 是老师的体罚行为 导致儿子出现右眼挫伤 角膜上皮损伤等损伤 要求校方道歉 并赔偿包括医药费 补课费 家长务工费及营养费等16万元 涉事刘姓老师否认存在体罚情况 家长向当地报案后 警方已立案调查 桥头镇教育管理中心介绍 当时老师为提醒学生认真听课 走至该学生身体右侧 顺手拍打了他右脸两下 后经向老师调查询问 即反馈非有意伤害学生 老师事后到访学生家中道歉 校方负责人表示 学生眼睛损伤 是否与老师的行为存在关联 校方无法定论 需由警方调查 校方还提及 事发前10天左右 当时学生曾因眼睛出现问题 向老师请假看病 对于这个说法 举报人叶先生表示 确实存在这个情况 孩子的眼睛当时过敏 但与后续被老师体罚 所造成的眼睛损伤 没有关联 据了解 校方已垫付了1万元医药费 4月以来 桥头镇多个部门 组织家长及校方 进行了多次调解 双方仍未达成共识 事后 有老师因不当教育学生 被校内通报批评 当地教育部门称 接下来将强化辖区内的 师德师封教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